同於球場上的帥氣模樣 福寶漢將菜鳥日 在一軍自利不滿一年的學弟 和行政人員一起化身復仇者聯盟成員 不只犧牲色相變裝 還要跟著音樂跳舞聊了去 想當然而 有人節奏感很棒 有選手 這表情好像不太舒服 總子簽啦 沒有得選 可是我覺得還蠻美的啦 比那個神力禮超人還正常一點 他如果沒有在我身上 我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一定要隨身攜帶 這樣才可以展現我黑寡婦的殺氣 綠色喔 綠色 可以 還不錯啊 右手內口 覺得 以我的身材應該可以駕馭 十七 看來我還是不適合當女生 因為平常沒有啊 不舒服啊 感覺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啊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的菜鳥日 對啊 都已經 其實也打了直棒蠻久的 然後就回來就第一次參加菜鳥日 不會啊 因為蜘蛛人可以把臉擋起來 所以就還好 人家認不出來是誰 就比較自在一點 無論是妖嬌的黑寡婦 有點黑的Fiona 還是大獲好評的神力女超人 女性角色變裝都相當成功 帥氣的英雄們更不用說啦 大家更自在放得開 而這一切點子都來自於學長們的秘密會議 像忠賢的還蠻好看的 那個黑寡婦的造型 然後還有鋼鐵 對 還有神力女超人嘛 雷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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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還蠻好笑的 有啊 蠻好笑的 本來是想說要讓我們搭捷運到這邊 這比較狠一點的 可是好像沒有辦法 神力女超人嘛 我覺得他真的駕馭得很好 穿那套衣服 富邦漢將第一次的變裝 人話題十足 讓大家看到不同一面 相信球迷們應該也開始期待 明年他們會大玩什麼梗了吧 國內體育選港版本節目黃花君採訪報導